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台中市有一家馒头店运用了老面发酵的技术 做出了这一颗批发价只要7块半的馒头 因为便宜又好吃 光是一天可以出货个上万颗 老板说它是让老面自然发酵的 虽然这个时间得耗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不用发酵粉跟防腐剂等等的添加物 反而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大约是1万块钱的成本 现在它到南投去开拓包子市场 选用当天现宰的温体猪肉跟清晨采收的竹笋 在观光地区大力促销 一颗比市场行情便宜大约是7块钱的肉包 让它的店门口前面永远是挤爆了人潮 包装线上员工一手掌握两个大馒头 快速放进塑胶袋中 飞快地打包封装 立刻搬上货车送到全台菜市场看门市 割体户也来点货取货 因为人家可以狂扣 希望馒头赶快到货 每天大家都吃得很好吃 都会够给我们贵料买 不过四年了 每天翘桌上司机会买 一天一个增头一个增头 靠着机车宅配 这样一天就可以卖掉约600颗 谢谢 谢谢 回到店内还有民众排队来买馒头 怎么会这么喜欢这家 好吃啊 怎么样好吃 Q啊 Q啊 价格呢 价格便宜 跟外面比起来 差很多 2008年靠着全台最便宜 一颗六块钱的馒头批发价 打开市场 即使现在涨到一颗七块半 同样很抢手 一天就要出货上万颗 难道馒头只因为便宜 就卖得下下脚 我们家口这个温室里面 都是在仰面的地方 仰面它里面就要湿度 有温度 面是一种有生命的 因为这样安心的养小儿子 你要把它养得健康 那个面包做起来才好吃 把面当baby来养 就知道这制作过程很不简单 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睡觉成长 还要帮他们盖被子 注意温度 湿度 够熟成的老面闻起来 才会汤汤汤 那个馒头的味道 有那个面的香味 就是我讲的 我追求的面麦香 所以这个你闻闻看 有个酒香有没有 这个还没有很老 后面还有比较老的 老是老到什么程度 至少 面肿 你至少要养十个小时以上 把第一次发酵后的面团 放入搅拌机 加点糖分 增添风味 再静置数个小时 让它们第二次发酵 表皮看起来细致光滑 师傅将它们切成小块的面团 放入自动机器内压平 接着自动裁切成圆柱状 工厂里的员工 再用手这么轻轻一压 一颗颗馒头儼然成型 送进冰柜中 等待第三次发酵和烘烤 就可以出炉 这过程几乎耗掉一整天 比一般用发酵粉做的馒头 多上好几倍的时间 用这个三小时这个成品就出来了 我做老片馒头 你至少第二次的成品 第二次的发酵 至少要五个小时 所以要多人家五个小时 对 所以我里面一个老师 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来了 因为他没有四点半来 后面八点的工作 点点没有工作可以做 用时间换取金钱 长时间天然发酵 反而可以省下 添加化学成分 发酵粉 泡打粉的成本 精打细算下来 舍弃添加剂 一天竟然可以省个上万元 老板说老面发酵馒头 赚的是功夫钱 我在炸盘旁边 我学习到一点小秘密 用什么换什么 用什么换什么 所以当我在退育的时候 我还感谢我一个人 我退育的时候 排长叫我进去 我木槿运来一下 你回去 你还要往吃的方面去走 所以就是有点鼓励我了 其实人生 这是要有点鼓励 你才会去做你想用自己 现在他进军包子市场 回到他最熟悉的菜市场 向过去的摊商老朋友 买猪肉 他会吃吗 但他们也会用舌头 都会去要拿餐的餐 所以一定要拿温帝豬肉 温帝豬肉 吃起来比他好吃 天氣不是要放的 我為什麼要辛苦 再去五點就要來排豬了 這我說的豬肉一定要抽時間 搶時間啊 搶那個鮮度 要抽那個鮮豬啊 鮮豬啊 我們回來煙起來 再吸起來才會好吃 你像我也是這樣 再一次一次就要 要把肉好感煮一下 別說我們菜煮起來 現煮好感 煮兩點煮就很好吃 豬肉要挑現在溫體豬 三分肥肉 七分瘦肉 一天就用掉約一百四十斤 竹筍則是選用台中大坑出產的品種 一天要用掉八十斤 鮮豬肉要清淨的好不好 好啊 清淨的八百好不好 好啊 你稍稍的 八十斤 八十斤 刮的竹筍呢 這都爽水的 都爽水的 都爽水的 對啊 鮮豬肉吃就沒看過了 清淨也很好吃的 這都白十斤 正值產機的大坑筍切開一看 裡頭又大又白 深吃口感跟梨子一樣又脆又甜 這些可是筍農 凌晨一兩點起床 就到田裡採收下來的 就像是海鮮的很牢啊 一樣新鮮 新鮮食材製成肉餡放進機器裡 捲成像香腸一樣的形狀 經過餅皮包覆之後 就變成一顆顆生肉包 蒸熟之後變得皮白肉嫩 嫌不下來的黃玉清 從工廠裡走到店門口 發揮他的叫賣功力 五千塊 五千塊 十塊就好了 筍子很柔 吃的味道就好了 稀稀稀稀 店面前圍繞著滿滿人潮 看到包子剛剛出爐 很多客人探休吃了起來 寒芽 剛出爐的就是好吃 對對對 真的是很特別 而且內餡就是很新鮮 覺得很新鮮 尤其現在肚子很餓 所以吃起來特別的 有感覺很香 就是皮很Q 然後裡面的餡料很香這樣子 然後咬下去那種有汁 有肉汁的感覺 很好吃 今天八五千 八五千 今天八五千兩兩 在台中賣便宜饅頭 生意很好 但黃玉清心裡總想著 哪一天也能夠用菜市場 滷肉的絕活 做出好吃又有古早味的肉包 六十幾歲嘛 找自己的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想做這個肉包 已經想了差不多二三十年了 我做的頭腦一想 和很多朋友都想 什麼時候竟然做肉包 他竟然做肉包 我做的肉包都很好吃 都一直想一想都沒有實現 但是近年已經實現了 他投入五百萬在南投紫南宮旁 打造觀光工廠 製作過程不怕你看全都錄 市場上一顆賣二十元的肉包 在南投觀光聖地打折下來 一顆便宜約七塊錢 假日一天最多可以賣掉四千個 肉包低價搶勢 黃玉清也在觀光聖地 為自己用品牌 我告訴你 這南的這香菇的 這香菇的 來 來 來